那最近啊我们看一些综艺节目 经常听到他们在里面说 哎呀太好玩了 上头了 这综艺看得真上头 上头了 上头了 那上头 这两个字呢大家都学过 比如说这张桌子上头有一个显示器 那它的意思就是这张桌子上面有一个显示器 那上头了和上头可以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 上头了意思就是说冲动了失去理智 那现在我们仔细听一下这两个词的发音 你可能就能明白它们意思的区别了 首先如果你想说是在上面 那你要读成上头 头是轻声 我们重点要读上 上头意思就是在上面 那如果你想说失去理智呢 就要读成上头 头 头字要中读 什么东西 上去了 到了头 上 头 那可能有朋友猜到了 这个词最开始啊 就是说一个人喝酒 喝醉了 那喝醉了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好像所有的血液都到了头顶 然后就开始头晕 慢慢的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最后失去理智 那他还想再喝一点 那你看这个过程就是上头 那在综艺里面你听到他们说 太好玩了 上头了 上头了 那其实这个人呢就是想说 太好玩了 我已经失去理智的喜欢上这个游戏了 我不想停下来 我还想玩 我上瘾了 那就是上头了 那我们也可以说很上头 比如 这个游戏很上头 我推荐你玩 这里也是很上瘾的那种感觉 那当然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能让你觉得上头的事 大多数呢都是刚刚开始体验 比如第一次去滑雪 我觉得很上头 还有啊 比如我们也可以说 一个人 这个人让人很上头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男孩 第一次见到那个女孩 哎呀那个女孩真的太漂亮了 而且还特别聪明 他们聊他的时候啊 这个男孩觉得两个人的三观 还特别一致 所以男孩回家的路上 就一直在想他 一直在想他 那他就发了一条微博 他说 这个女孩太让我上头了 那你呢 有没有一个人让你很上头 或者你对什么事很上头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今天你学到了吗 哦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